大红袍是红茶还是绿茶 一,都不是,大红袍既不是红茶,也不是绿茶,它属于乌龙茶 大红袍茶叶红绿相间,具有兰花与蔬果的香气,是中国著名的茶种,并且大红袍是灌木植株 其高度可达2米以上,叶片约为60米,且大红袍的采摘时间是在每年的5月份 二,工艺制作,大红袍的制作工艺,结合了绿茶和红茶的制作方法,具有极高的技术要求与制作工序 大红袍的基本制作工艺有尾雕,贪量,摇青,做青,杀青,柔脸,烘干,茅茶等 制作大红袍时,要保证茶叶无破损,为新鲜状态 三,是一环境,大红袍的主要产地在福建的武夷山,武夷山气候温和,年平均温度在18至18.5度之间 且年降雨量可达2000毫米,是大红袍的最佳生长地区 养殖大红袍时,需要将其栽种再呈现微酸性的肥沃土壤中